北京时间12月28日 胡仁队进行训练 备战明天对火箭的比赛 胡仁官方晒出训练后 大家聚在一起加油的特写 配文和为一体 五连败后的胡仁需要打打气 训练结束后 威少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谈到了自己的打球风格问题 社媒上 勇士的追梦格林 也对唐思评价威少追求数据的言论 做出回应 谈到自己未来的打球风格时 威少表示没人比他更清楚 让拉斯威少成为拉斯 这句话的含义 我将只专注于继续保持自己多年以来的风格 不会在意别人认为 我该怎么打球的言论和看法 威少说道 有记者问他 如何在个人进攻和组织队友之间进行抉择时 威少的回应是 我已经听够了别人希望我该做什么 以及他们认为我该做什么 威少的意思很明白 他不会改变自己的打球风格 无论外界对此有怎样的负面评论 他还说 坦白说 我认为自己一直很好 我想人们总是期待我 打出25分15篮板15助攻这样的数据 这不是什么平常数据 这不是一个人能一直做到的事 我知道我过去五年做到过 但这不是稀松平常的事 菲兹戴尔也力挺威少 认为威少虽然上场命中率不高 但目前的打法就是他希望看到的 对于威少来说 最近糟心的是不少 但好消息是科里森加盟胡人 两人是大学的队友 谈到科里森 威少说 很开心看到他能重回NBA 他是我的好友 能在更衣室里再次看到他实在是太好了 就在昨天 唐斯在一次连线节目中曾说过这么一番话 他绝对能拿到数据 他也追求数据 但我仍然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球员 你知道要拿到一次三双有多难 他打球非常努力 我只是觉得他有时候打得太快了 他尝试做得太多了 要信任你的队友们 唐斯的这番话 承认威少是数据刷子 每每转发这一言论时 勇士的格林回应道 因为我们打爆了森林郎 我曾在板凳上看到唐斯 在比赛最后两分钟落后20分时 还留在场上 拜托兄弟 别再和大家谈论兄弟 然后大喊这是兄弟情 格林显然不满 唐斯说威少追求数据的言论 因为在格林看来 唐斯自己就是数据刷子 大家怎么看 欢迎留言发表见解